大家好 回来第二节的自由广场桑普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 我旁边就是Nancy 我们继续讲关于通识科的问题 刚刚你们讲到就是说 同学开始有这样的躁动 因为觉得受到打压 老师 其实是老师驱动的 很多现在港共政权 常常都说是老师教会学生 你觉得是老师教会学生 还是学生 看到社会的现象之后 自己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老师教学生 明显是完全犯罪 我想引用很多老师说过 我先煽动他们 先煽动他们交齐功课 那么容易煽动的话 还比我坏学生 这个说法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 老师 当然你说煽动学生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完全废话 因为对我来说 譬如我中学时候 我记得我中学时候是六四 八九六四的时候 你说那些老师煽动那些学生上街 真是多余了 你说我自己或者很多人都是看新闻 我想顶多是受父母感染有 但我想主要是自己看到新闻 然后觉得这件事很不得了 就是对于我们学到的东西 我们有学到大都会告诉大家要说真话 要行公义 要说是非 要说对错 要科学 要做事要对得着天地良心 那些杀人有没有搞错 那等于说你推动一个所谓的 就是后来你对于香港各方面的打压 对广东话的打压 对于这个所谓国民教育的一种伸张 其实国民教育就是党国民教育 基本上是由中党外国的教育 那这些东西对于香港很多的人来说 很大的冲击 我想是一种自然天性的反应 而不是他们讲到好像是一种 老师的挑拨离间 教材的失当那样 即使没有教材 我在问我自己中学教书的时候 很多老师都不跟教材教书的 你怪本教科书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会觉得很多东西 就不像他们讲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看到 东西科变成了代罪羔羊 就是被人打压 那现在你看回头 你会觉得开始 因为Ginnipeg是第一年 就是试验品 开始觉得 你讲完一些很水旺旺的东西 正又有对 一家等于多少 一家等于3.5 是对不对 有点对的 有点不对的 然后说这些东西就觉得很混乱恶恶 之后可能 那些人就更加 因为这个原因 看多一些东西 去挖掘深一点 里面的内容 导致大家对于通识科有不同的反应 当然了 你是通识科的第一届 的一个学生 之后回首过去 通识科带给你一些东西 就是说 学一些起码水旺旺的东西 还有开放一些视野 就是说你每样东西都会平衡地回答一些东西 但你觉得 在读书的过程中 你觉得最 最令你学到的东西是自学 还是老师教你的东西 你讲的是政治相关的 未必一定 政治相关也都有 或者你自己 譬如你和物理 理科的生物的知识 普遍的知识 最多当然是要看回你自己 是 自己看到的东西 一定多过学校给你的东西 如果你自己想看的话 是 就是看回自己读书的东西 自己读的东西 永远多过学校给自己的东西 有兴趣的那方面 通常你会如何试捏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说 这个资讯爆发的时代 就是你想要 资讯 你想找就一定会找到的 就是那时候还会有人看书 就是我们 就是譬如在学会 就是譬如天文学会 都会有些 天文物理数学相关书 大家看看 但我觉得相信 这个年代应该更加少 大家 其实 你搜索Google YouTube 你要找一定 轻易找到一大堆教材 嗯 小学的时候 你当时有没有iPhone的了 小学 没有了 小学没有 中学开始有 我印象中好像也没有什么 点用过 没有什么点用过 那你没有 手机的话 那你怎样去上网 不是好像大学的时候 或者是出来社会之后 那么容易去找资料 那当时怎么去看有关的东西呢 我没有手机 都是电脑的 有电脑的 是的 那时候我小时候没有电脑 就是图书馆这种东西了 那你其实这一代会用图书馆呢 我们小时候还会 现在就应该难一点 就是说真的 甚至坏了说了 我一部手机找到的东西还更新了图书馆的东西 那去那个motivation就很小了 是的 这个是重要的 好了 那去到这个 对于教育呢 我们很明白 就是Nancy 就是对于 当时受到的教育是一定的程度 你觉得当时 就是我们笼统来说 不知道是通识教育 中文、英文、数学 就是理工科、文化科 或者whatever 就是所有加起来 你觉得香港教育好不好呢 我们小时候 香港教育就没有什么政治争议了 但是多数人对他的批评 都是说他填鸭式 嗯 那么我觉得 印象中 因为近年的争议 多数围围着政治 但是以前都会觉得 可能他塞一堆东西给你 那个 塞一堆资讯给你 这个原因是多过 又启发你思考那种感觉 嗯 尤其是他很 训练你考试 嗯 这个比较明显 就是台湾叫做贝多分 越贝越多分 是吗 是 香港不懂考试 台湾都有这样的情况 韩国、日本一样的情况 但是 我想问你是不是这样的地方 你觉得香港的教育 有什么那么特别的地方 是使得你觉得 有些东西是 虽然是塞你的东西 你要塞完之后 你要背出来 在考试卷上发挥出来 那你要一定的分数 我和你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但是你觉得香港教育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是觉得 有独立思考的一种温床 独立思考的温床 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香港教育 会不会有些地方 你会觉得是 就是 你看回以前读书的过程中 你起码有些东西觉得不对 那你要去觉得 喂 和同学讨论 或者是和老师讨论 那这个过程中 你会觉得 喂 可以说一些和课本 或者和一些 老师教的东西 不同的东西 当然有 但我觉得 这个都是看老师 多过看制度 我相信大家看到 这本书或者 过程中 觉得它不对的 那你一定会 和老师说 就是讨论这件事 我想多数都会接受的 但是这件事情 都不是常常发生到 毕竟你能够捉到 教材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 那我会看回整个过程中 就是说 譬如老师 我问你 老师有没有批评过教材呢 印象中应该没有 就是他们 怎么说成年人 都会被重就轻 那么你觉得你们同学 会不会批评老师 那当然会 那老师的反应是什么呢 看情况 就是 老实说的 就是中学生 未必可以做到 很理性地批评老师 就是可能 包了一些情绪在里面的时候 大家会变成一种 对立的局面 会比较多 就是 很理性地 提供一个意见 给老师改善 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多 OK 明白 其实我说 这个一样 就是人同刺 心同刺 一样的情况 我觉得对此 我听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譬如我以前读学校 我会觉得 就是在我的年代 就是会觉得是 老师 有部分老师是批评教材的 甚至没有叫我 只是要我们全班人 画了一句去的 整班人拿着一支笔 拿着一支笔尺 这句 由这个字到这个字 画了它 这个是错的 只要有交叉在那里 就是大家要有一种批判权威的精神 接着批判标准的问题的精神 接着它 比如说有一些是 老师是和同学会在课堂上论辩的 就是会讲一些东西的 我会觉得这件事是相当好的 还有当时你有没有参加 类似的辩论比赛之类的什么 高中没什么 高中没什么 嗯 但是你的思考能力相当活跃 而你对于科学的知识 是相当敏锐的 科学知识是由网上看到的 是不是 基础有 那时候看书 也有看到 所以相当难得 我记得你以前读学 是不是物理出身的 算是可以这样说的 物理出身的 接着后来投入做护士工作 因为要赚钱 这个是重要的 而且这方面的东西是你的兴趣 还有我说自己数学太差了 数学太差 不是吧 你功课的话 数学一定要成绩可以的 你应该用中六学生的程度 看你的数学 和一个 年四的Physics学生 看你的数学 有个标准完全没有比 相当特别 在香港这个教育温床之下 我们慢慢发觉到有这样的背景 然后之后 那些同学开始接收到 很多外界政治的资讯了 由2012年的反国教 2014年的雨傘 雨傘当时 你有没有去到现场呢 有 当时是示威区 去到现场 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当时你还是中学生 是 没错 应该是 很印象深刻的 那些催裂弹在我面前爆 极近距离 那时是928年 是 即是10年前 928年 当时的催裂弹在面前爆 在面前爆 第一次闻到催裂弹 第一次闻到高浓度 因为还有 我记得是怎样呢 因为当时的防暴 还未会冲出去捉人 大家还站在他面前 那我就在第一阵 站在防暴面前 然后他突然间 就扔掉催裂弹在后面 所以我就一定要向反方向 跑入烟里面 才可以离开到现场 即是刚刚你掀了两个位置 后面有催裂弹 前面有防暴 没错 不得了 在这么大的环境下 我就问了 就是 你当时为什么会去呢 有很多的港共政权 就是说有人煽动你的 那时候谁煽动你去的 那当然是港共政权了 最拘捕了那帮人 最煽动的就是那帮人 就是说 真的是煽动人去上街的那帮人 那你觉得是家庭啊 学校啊 朋友啊 还是你自己本身 想去这个地方 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的 所以应该不会 关你所谓的那些因素事 嗯 如果去到防暴警察的前面 你其实已经去到很前了 嗯 那时候算是 嗯 那粒炸弹对你的冲击是否很大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又不算 因为19年都闻得很惯了 这样玩 但是我会记得 就是那时候敷了整个肺 好像着火的那样的感觉 整个肺着火的感觉 好高度的灼热感 哇哇哇哇 那你就 在淋水 然后喝东西 然后 然后就 平伏起来 然后 當時有很多粒 經常有幾十粒催淚彈 那你是否第一粒見識 還是當日有其他催淚彈的見識 當然有其他 只是第一粒接近距離 之後你有沒有在現場去註冊 睡覺 註冊就沒有 那一晚我逗留了幾個小時就走了 回到去 你會覺得 家人會不會圈寒問亂這些問題 好像沒有 我一向都知道在做什麼 他都知道 阻止我是沒有用的 所以 阻止你是沒有用的 所以就要繼續 即是你繼續做的話都沒有辦法了 回到去 學校裏面 有人討論這個問題嗎 當然有 那個背景 身邊的人都同一個立場 所以又沒有特別去仔細討論 但好像大家都知道大家在做什麼 老師會不會鼓勵你們呢 2014年 2014年其實我當時印尊 好像在大學多些 有些老師會在辦公室貼黃絲帶 當時也會有 不會有 校長說不可以有政治立場 拆掉黃絲帶去 大學應該是沒有的 那時候大學應該是沒有的 我想這個很關鍵的事情 是否這是你一個對於政權的第一次正面的交鋒呢 交鋒呢 可能可以這樣說的 你不是有心對抗他 但他是真的在對抗你 是 絕對是 我想這不是對抗 他擺明是在襲擊你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 你會覺得 這件事是 2014年是一個 是一個時刻 是覺得 整件事 就算不是shocking 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升級 這個升級呢 我想要延續下去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而這件事 未來在香港和台灣 究竟有什麼經歷呢 那我們就 一一在下一次再跟大家說